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来马来西亚吉隆坡 我选择的酒店的位置太完美了 就是在唐人街和中央市长的中间 每晚才45美金一晚上 看看这件艺术品 这是商业步行间 我的左边是酒店 右边是中央市场 从丹佛飞到吉隆坡 在日本冬季转机 总飞行过程要20个小时 这个飞行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以后 就是筋疲累劲 昨天早上12点半 早上到达吉隆坡的 自从来了以后 这个时差根本就没办法倒过来 非常的累烟 没办法拍片子 这地方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市中心 购物中心 吉隆坡著名的中央市场 来到吉隆坡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来的 马来西亚有3000多万人口 中华人呢 占有比例大概在23% 也就是有700多万的华人 在马来西亚居住 马来西亚的交通是非常的拥挤 吉隆坡的唐人街也是 来吉隆坡的一个重要的景点 也是必须要来的 看一下 来马来西亚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吃 第二个是购物 真是很多人 可以看出700多万的华人在这里生活 对于这里的文化饮食 有做很大的影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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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板丽 现在是马来西亚的雨季时期 这个天气闷热湿 一般离开酒店都是像洗热水澡 一天有可能要洗两三次澡 不满了小商铺 马来西亚的物价还是相当的低的 它的人均收入在700多美金 所以可以想象它这个物价 是相当的诱人吧 是相当的诱人吧 这个T恤是两件二十马贝 也就是一件是三个美金 马贝和美金兑换的比例是 一个美金是4.62 我昨天在那个中央市场换的 我不吃甜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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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著名的福建风味的肉骨茶 好吃 那也很油腻 你好 油腻就不好吃了 对不对 这里吃的太多了 在吉隆坡待一个星期 是吃不完它的美食的 这里要住上一段时间 外面 kup e 鱼是一定要尝尝的 看着就很美味 这就是葡萄鸭鱼 这个是虾子的 这也是海鲜大虾 它是中和的海鲜 有人推荐这家餐馆味道相当好 但是它关门了 那个正宗的海南鸡饭 不太幸运今天 是广东风味还是福建的风味 Chinese or English It's a Guangdong style Not a Fujian style You want your Guangdong style? Yeah Chinese food? Yeah It's tasty 这样的餐馆太多了 不知道吃什么 一家叫西湖饭店 我不明白是杭州的风味 还是就是名字 我都要问问 这是甜点对吧 Sweet You're making sweet Chinese or English 这家菜馆也太拥挤了 我一直在找虾肩 那个女士正在做的 可能就是夏天 是兰州拉面对吧 是兰州拉面 你是兰州人 我们是兰州人 那肯定很正宗 你可以推荐一下 这地方哪好吃 什么好吃 这间里的基本上就好吃 兰州拉面是我们的招牌 是你的招牌对吧 辣不辣 辣不辣 不辣不辣 兰州拉面 它就是熟糕面 就是叫的兰州拉面 这个兰州拉面的师傅 是兰州人 那他做出的拉面 肯定是很正宗的 真是太热了 来到马来西亚 这个小风扇是一定要有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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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rawberry shake Strawberryshake half sugar this one thank you 这个吃了太多了 选哪一个呢 which one is most popular 肉骨茶 肉骨茶 哦 那是太重了 how about this the 我点了一份就是滑蛋面哈 滑蛋面我就是带走回酒店吃 它非常清淡 哇 咱们尾巴 有点好 你需要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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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点好 我给你拿下来 我给你拿下来 有点好 有点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